我現在走出去 然後把一不思破告訴大家 你飛零我 你覺得你還可以留在公司嗎 林晨熙對同事使出言語性騷擾 甚至還想觸碰對方 把男同事嚇到縮成一團 全民大劇團舞台劇成像起崩了 把最熱的職場性騷擾放入戲劇中 甚至還找來國民黨議員徐曉晶 演出女團成員挑戰唱跳 職場性的角色在不同的縣市 找來不同人演出 像是高雄市議員黃捷 以及民眾黨的發言徐曉晶等人 導演信念組鎖定最常 遭網友點名的政治人物 哥拉對成員相結合 並找出風口浪尖的政治人物 來客串 會想以網路霸凌為主題 起因就是2020年疫情期間 劇團的網路節目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節目找來毅然模仿防疫團隊 以信任的方式詮釋記者會 引發部分網友認為是在消費疫情 平常的粉專大概一兩千人瀏覽而已 但是那一段時間每一天會有十五萬人進來罵我們 我從小到大沒有這樣被罵過 所以就整個傻眼 因為這個事件讓信念組決定把挫折 轉換成創作能量 以喜劇挑戰網軍議題 還加入大量實施話題 像是詐騙集團MB 超商浩克 咖啡廳工審女客人等內容 演員就是他的工作量比較小 比如說像湯志偉啊 那我們就可以把一些比較困難的工作交給他 還好啦 因為我其實平常也蠻關注時事的 所以湯哥這次會有浩克 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是藝人 許多都曾碰過在網路上被公審 劇中演出網軍公司老闆的湯志偉就說 他的婚姻狀況也曾遭不了解 實情的網友名嘴放大 檢視也對他造成很大傷害 覺得你好像沒有做什麼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一些 負面的批評跟影響 在網路上動動鍵盤 只是幾秒鐘的事情 就對當事人造成大傷害 也讓湯志偉演起來特別有感 而導演也希望透過 實施了投射 讓觀眾可以有共鳴 進一步去思考網路霸凌的問題 華視新聞 宋明陳靜安 潘建任 專題報導